为了进一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今天出台 特别措施提出了六个方面 24条具体举措 在科技领域 包括了创新市场准入方式 建立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交易平台 放宽数据要素交易和跨境数据业务市场准入等五条举措 在金融领域 共有四条 包括提升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 推动深稳地区保险市场互联互通 提升贸易跨境结算便利度等举措 在医疗领域 包括放宽医药和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限制 试点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 优化人类遗传资源审批准入服务 放宽医疗机构资质和业务准入限制四条 在教育领域 包括支持深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优化网络游戏视听直播领域市场环境两条 在交通领域 共四条 包括优化游轮游艇行业发展市场准入环境 统一构建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准入标准和开放应用平台 放宽航空领域准入限制 支持深圳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其他领域共五条 包括完善深圳珠宝玉石行业准入体系 放宽通信行业准入限制 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等 特别措施重点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围绕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 围绕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围绕政策赋能和要素聚集 围绕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通过强化对科技创新 民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市场准入政策的支持力度 引导社会资本 加大对高端制造 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投入 带动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保障经济稳定增长 深圳放宽市场准入 若干特别措施公布的六大领域 24条具体措施中提出多个重磅改革举措 其中设立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 就是重要一条 特别措施提出 设立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 以企业化市场化方式运作 搭建世界级先进技术应用推广平台 分布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和科创中心所在地设立分中心 全面对接产业链供应链 断场版和补短版一线需求 推动先进创新成果 直接应用转化 建立这样一个专业的开放创新的平台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让国内外的优质的高端的创新资源 在这里快速集聚 让这些高科技的成果 在这里高效转化 支撑和服务于国家和重大产业 发展的需求 这就是这个中心设立的目的 据了解 开放是这个平台最鲜明的特点 国内外各类的创新主体 投资主体 应用主体等 都可以参与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深圳放宽市场准入 若干特别措施中 既有事关国家发展的 重大科技前沿产业改革举措 也有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关键小事 其中提出的 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 就是重要的一个内容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60岁级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已经超过18% 其中65岁级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超过13%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对此特别措施 对养老等相关服务 也提出了重要改革举措 着力发挥好两种力量 首先要发挥好 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 适当放宽 土地规划和最长租赁期限要求 允许国有物业租赁实现 延长至10年以上 合理控制租赁收益水平等 我们前的好多的养老企业都亏缩 亏缩的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物业车步太高 而我们现在透过发挥 国有企业在老旧物业的 排华的技术作用能够有效的 较低整个养老产业 在物业上投资的技术成本 也能够加少时间 尽快的改造 加入的话 热营 此外 在机构运营 服务提供行业自律等方面 要更好发挥社会资本 和民间力量作用 要支持运营能力强 服务质量高的优秀民企业 利用各类房屋和设施 发展养老托育业务 继续